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菌菌育叶 在养护过程中,不少花药都懂得给菌菌育叶使用桃米水 因为桃米水含的甲盐素是非常高的 甲盐素高了就可以让菌菌育叶的根式养胀养发它 这样就能让它快速的木炙化 但是我们给它施肥,只给它使用桃米水的话 它里面含的甲盐素太单一了 吉他严肃切法了,就影响到菌菌育叶的生长 像我这一盆菌菌育叶进入了高温高湿的季节 就给它控水控肥 那么看上它这些叶片有点发皱,而且有点发黄 所以我们给它使用桃米水还是不够的 还要给它补充吉他严肃 才能让它的叶片肥厚脆立 如果像这些发皱干扁发黄的话 就会影响到它的美观了 我们给它施肥,最好给它使用这种兜油植物营养液 因为它里面含的氮磷甲盐素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还含了其他微量元素 比如铁,钙,盆,蒙,蒙,芯等 微量元素有利于植物生长,促进生根 叶片肥厚,翠立 可以补充叶片所切法的某一种元素 给它互补的话,这样就能让菌制日叶的叶片肥厚,翠立了 这种多用营养液的,它肥里比较温和 而且使用方法呢 我们只要按照说明书 一笔一千的比例需需水 每隔15天使用一次 这样就很有效的补充各种元素 就能让它的叶片肥厚脆立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